当前我是正面临抗疫三年以来最复杂最严禁的疫情 8号那天9点左右接个乘客 他去的目的地比较敏感是爆发区 问他是不是去一线的 他就笑了一下是的 然后跟我说他老婆也是去一线 听完之后就很感动 就突然想帮些什么忙 下车之后我发现这个老大姐给我免单了 我是特别自愿的 我能够为湖北老家做一点实现事情 能够帮他们展示解决一下吃喝住 买这么下来做核酸了 每天给他留意那个做核酸了 发物质啊 给他收集信息啊 又是其他的楼层高一点 有时候听不到喇叭 房东你帮我买了一点 就他帮我买了吗 我们做支援者做这个事 其实也不是说的有多伟大 我们希望疫情早一点结束 早已经在我们过上正常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转发声下来